我们在天上的祝福感谢掌门你 我们感谢你今天带领我们 祭祷圣昌祭奏了我们的祝福 也借着博品 让我们知道我们虽多 但是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 虽然我们的教会有不同的人 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乃是合一的 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 来到你的诗人宝座前 求你这时候随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也让我们每个人的心 能够向着你 让我们有一个极可无依的心 先求你的国你的义 我们相信我们所需要的你早已知道 不管我们的需要是属于身份方面的 生活方面的或者我们人际关系方面的 我们相信你必随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也相信你必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成就你的旨意 在我们教会我们每个家庭 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and we believe that you will fulfill our needs beyond our imagination in our church and in our family 也让我们每个人听道也心道 and let us hear and also do 我们这时候今天主耶稣在地上 教导他的门徒这样祷告说 and we remember it's when the Lord have teached his disciples on earth and said 我们的天上的祖 愿人都追求你的命为神 愿你的国家里 愿你的旨意 现在地上 我们都存在天上 我们就能一世 也一世之留 愿我们在 不都不我们面对他在 不都要我们一世之下 就我们都能一世之下 因为国度全名 我们都要全神 祂到我们的愿 阿们 大家请坐 请坐 弟兄姐妹们平安 May your heart and sister peace 我们今天 要来讲教会合一的 Our topic today is unity of the church 对不起我开一场 Do you have some moment? 我来讲教会合一场 感谢观看 这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些技术都是不可靠的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听他说就可以了 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头我们看到 主耶稣为教会祷告 主耶稣就要离开世上到天上去 他在离开这个世界上他做了一个最重要的祷告 就是为教会的合一祷告 他为对弟兄姐妹的对他儿女的保守祷告 我们知道 主天天现在一直在天上为我们祷告 他是我们的大祭司 他为着我们教会对着我们弟兄姐妹最大的利益在祷告 教会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合一 合一怎么样才能够是合一呢 第一我们要知道圣服是合一的关键 我们教会要合一之前我们必须跟我们的主合一 圣经里头这样讲 父说就像父跟子的合一一样 他为教会来祷告 教会的合一必须就像子跟父之间的合一 我们要跟主合一 我们怎么达到呢 是不是主来听我们 主啊我要怎么样你就听我 我们就合一了 不是这样 我们要合一我们每个人要顺服神 我们不顺服神我们没办法达到这个神所要的那种合一 所以我第一点要知道的是 教会的合一之前必须跟主合一 我们跟主合一 我们才能够教会达到合一 这里可能有一些这个刚刚信主或者信主不久或者根本没有信主的人 我们每个人都很关心自己的家庭 但是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 家和万事兴 家和万事兴 那这个家庭就很难合一 那这个家庭就很难合一 基督徒的家庭我们必须顺服神 我们顺服神 家里就能够合一 我们顺服神 然后还有一个是彼此相爱 我们要爱神 我们要爱神 然后彼此相爱 一个家如果没有和睦 不合一 这个家是没办法兴旺的 这个道理连小孩子都懂 有一个三岁的小孩 父母都是基督徒 他一出生 他就整天听到他父母在吵架 然后他一吵架 那这个小孩子又不知道他们在吵什么 那一吵 这个家就乱了 但是这个小孩子呢 每一个礼拜 他父母都把他带去教会 参加主日学 那有一天这个小孩子 对他的父母说 来 我为你们祷告 我奉主耶稣的名 将这讨价的鬼赶出去 我奉主耶稣的名 将这讨价的鬼赶出去 我们知道 吵架呢 主要的问题就是 有鬼 每个人听鬼的话 就会吵架 听神的话会吵架吗 听神的话会吵架吗 听鬼的话 讲出来就是鬼话 很多人呢 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我就是要痛快 我就是 你们得听我 结果呢 魔鬼就利用了这种心态 然后借着这个人来说话 很感谢主 神爱这个家 借着小孩子的口 把这个家的问题讲出来 这个小孩为这个家祷告之后 这个家不吵架 有没有再不吵架 Window 与家家人 一想 哇 鬼又来了 没有一个人 会甘心认愿的被鬼利用 那谁是能不能留下 对 感谢主 神借着这个小孩 使这个家合一 使这个家和睦了。 我们知道这个家庭,我们和睦的时候呢,不仅夫妻之间要和睦和一。 那丈夫跟妻子怎么样才能够和一呢? 有一些做藏族的说,你顺服我,就没事。 那妻子说,你要我顺服你,可以啊,你要爱我,你先爱我,然后我就会顺服你。 那究竟哪一个要先啊? 妻子先爱丈夫呢? 妻子先顺服丈夫呢?还是丈夫先爱妻子? 有一些人说,你如果能够像基督那样爱我,那我顺服你,没有问题。 然后丈夫说,你如果能够像顺服基督那样,那我爱你,也没有问题。 那哪一个要先的? 所以谁来的? 谁来的? 谁来的? 而且圣经里头讲说,妻子顺服丈夫,其实她的前面呢,讲到要彼此顺。 然后呢,妻子跟丈夫之间也要彼此相爱,不是说妻子整天就是等丈夫来爱你,然后你不愿意去爱丈夫。 一个家庭除了妻子跟丈夫还有孩子。 我记得那天,杨师母在讲说父亲的新转向,几个转向。 有时候呢,父母对自己的孩子不是按照神的话来对待他们。 对孩子呢,就是不是骂,就是打。 我们中国人的父母啊,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在我一生中,从我出生到我父母去世,我从来没有听过我爸或者我妈跟我说,孩子啊,我爱你。 虽然他们的行动表现出来,他们真的是爱我,但是从来嘴巴都不说。 我现在问一下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对自己的孩子讲说,我爱你。 其实这个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不仅自己身体要去感受,我们的耳朵也要听到。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父母,很少鼓励自己的孩子。 孩子有什么成就,我们都是,听了之后最多点点头。 我记得有一次女儿跟我讲,她要做什么,做什么。 我每次听到,就习惯了,我就想到这个,就是往坏处去想,不是往好处去想。 我一直想到,她讲到她要做什么,你说,那你做这个行为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要讲,所有的话都是误念的。 每次这样讲,后来她还跟我讲。 那这样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跟儿女为一呢? 我们真的要按照主的话来鼓励自己的儿女。 在圣经里头,主耶稣有没有跟我们讲,我们的神有没有跟我们讲说她爱我们,有没有? 她说她要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 所以一个家,我们记得不仅要注意夫妻之间的关系,还要注意我们跟儿女之间的关系。 然后我们知道,顺服在教会里头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在教会里头没有顺服,教会也没办法可以。 首先呢我们要在处理彼此顺服。 如果在教会里头我们不是彼此顺服,而是彼此不服,那教会呢要整天吵架,最后呢就只能分裂。 在国内呢有一个教会,原来是一个教会。 但是后来呢因为在教会里头有两方人,他们之间不合。 但是呢这个教堂只有一个。 最后呢他们就商量一战把教堂隔成两档。 然后呢两半呢就两个教会呢就各叫一个名字。 那边的教会叫基督教会。 另外一个教会叫做耶稣教会。 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跟基督是分开的吗? 但是在这些人,在这些人的手中,这个教会变成两个。 今天呢我们讲说耶稣,我们就知道耶稣就是基督,但是在他那里啊,每次要问清楚啊,你今天去哪个教会聚会呢? 他说耶稣教会,哦,你是走这个门的。 所以我们看到,两边都是彼此不服。 结果,一个教会就莫名其妙地分裂了。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的要服在耶稣基督的全力之下。 我一直在讲顺服。 没有顺服就没有合一。 没有顺服就没有权柄。 我们来讲讲家庭,如果这个丈夫或者妻子他们彼此不顺服。 我们来讲讲家庭,如果这个丈夫或者妻子他们彼此不顺服。 彼此不服。 and they don't agree with each other. 两个人在这个孩子的面前有权柄吧? Do they have authority in front of the child? 要听谁的? Who does the child listen to? 现在的小孩子很聪明。 The children are very bright nowadays. 但有时候讲一句话,他先看爸爸怎么样,看完了之后看妈妈怎么样。 然后呢,他就在中间,哦,妈妈不同意的,我找爸爸。 and then if they see the expression on the mom's face she doesn't agree, then they will go to their father. 爸爸不同意的找妈妈。 结果呢,这个家里谁最大? so who's the most authority in the family there? 这个小孩最大。 the children. 在求成真的怜悯过吗? 如果我们不顺服神,不彼此顺服,将来受亏神的支持。 教会是我们自己的家庭。 教会的合一是神所创造的。 那维护教会的合一是我们每个人的支持。 主耶稣说,你们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同心合一向我求什么。 我在天上附在天上,你随听我的祷告。 所以要教会的祷告,神要随听,条件是我们必须同心合一。 所以,合一是教会团庆的灵魂。 我们如何来维护这样的一个合一呢? 其实我们如果不知道怎么样来维护这个合一,我们有时候就不知不觉会破坏教会的合一。 有一些人讲说,你这个看法,我这个看法,所以我们没办法,可以。 但是圣经里头,在一部所书里头,我们的主,借着保罗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一是建立在一主,还有什么?一信,还有一个什么?一信。 这几个一里头。 我们今天所信的主是不是同一位主?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气受洗?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同有一个指望? 我们是不是同有一位父? 我们是不是同一位圣灵? 我们是不是同一位圣灵? 这些是相同了。 我们就已经有第一的基础了。 那些不同,不能影响教会的主意。 有一些人讲说,哦,好像今天有一个出信的人,他说,我从小就不吃牛肉。 然后我现在要去受洗,可以吗? 可不可以? 如果不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变成了,你要受洗之前,必须问,你吃不吃牛肉。 所以有一些人呢,这个不同的看法,只要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的信仰相同,我们的这个所敬拜的主相同,这个就不影响我们能够做合一的见证。 有一些人讲说,哎呀,你讲教会的合一太难了。 因为我们所有的教会里头都有人的作为在里面。 因为我们所有的教会里头都有人的作为在里面。 然后我现在为什么不固定一个教会呢? 就是我一直在找一个合一又完美的教会。 这个人,人家问他说,那你找到了没有? 他说还没找到,还得找。 你找了多少年了? 找了几十年。 他有没有可能找到。 结果呢,有一个有经验的牧师跟他讲说, 如果你找到,我劝你最好不要加入这个教会。 他说为什么? 他说你一找到这样的教会,你一加入这个教会就不完全了。 这个完全的教会,因为我们的不完全,你加进去,它就不完全了。 我们想一想,主耶稣当时的教会,主耶稣这个手下的十二个门徒,他们完全吗? 然后这些人,在主生天以后,他们建立的那个初期教会,完全吗? 完全。 如果从挑剔的眼光来讲,他们都不完全。 其实,教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什么人会来教会? 什么人会来信耶稣? 是不是完全的人,好人来信耶稣? 不是,是因为我们有罪,我们才要信耶稣。 因为我们不完全,所以我们需要来到完全的主面前。 所以有一些人来到我们教会呢,有一些人有一段时间他离开了。 然后呢,他留下的话就是,这个教会问题很多。 很多人不可爱。 那讲这句话的人是不是很可爱呢? 其实我们都不完全不可爱。 其实我们都不完全不可爱。 但神就是爱我们这些人。 因为要保持这个教会的合一呢,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 就不要挑剔。 然后呢,再一个不要有自己对教会的理想。 在我的想象中,教会应该这个样子。 教会应该那个样子。 我告诉你,你肯定会失望。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带着自己的理想,理想你要这个教会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呢,按着你这个理想来挑剔教会。 那教会呢,里头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很注意的就是,不要翻弄是非。 那有一些人呢,就喜欢,因为这个社会呢,什么报纸卖得最好。 这个网上什么东西最多人去看。 就是八卦。 教会里头有八卦的材料,有没有? 有没有? 有,当然有了。 当然有了。 甚至有一些人说,欸!某某人今天看起来他的脸色不对。 他可能昨天跟老公吵架。 然后再讲下去了,最后再转几圈,他们要离婚啦。 记得在教会里头,我们不要八卦,不要翻弄是非。 我们要说,我们要说造就人的话。 就是你知道讲这个话,对别人是有好处的。 不是把这个人拉下来。 而是让这个人能够被建立起来。 这就是造就人的话。 有一些人讲说,我这个人很诚实,我所讲的都是实话。 有时候实话也不能讲。 诚实话,比如说,这个人,有一个人,这个以前有一些人呢,就是,这个长过天花。 然后,然后,天花的话呢,天花好了,他肯定有马子嘛,他一定要弄一些粉啊,在脸上。 结果他一来,然后呢,你就跟旁边的人做。你知道吗?他是马子。 他是不是在说实话?他有没有骗人? 但这样的话,需不需要讲? 然后,别人讲他,你不应该这样说,我有没有骗人,我说的都是实话。 但是圣经里头说,要用爱心什么?说实话。 你知道你说这个话,对它没有好处,你就不要说。 然后,最后,要保持这个教会的合一,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要支持这些带领的人。 如果这个带领的人,我们不去跟他们,不支持他们。 。 如果我们不去跟他们,不支持他们,不支持他们,不支持他们。 感谢主。 所以,教会里头,也跟我们的家庭一样。 如果大家都不支持这个做父亲的。 那父亲,他怎么能当家呢? 如果大家都不顺服他,这个家怎么那么合一和睦呢? 所以,这个一个家要闪,很容易不用两天就闪掉了。 我们可以,如果不是神保守,我们很快,我们这里不仅分这个耶稣跟基督,然后还有一个主救主,耶稣基督分四个。 所以,求主怜悉我们。 我们教会要合一,必须顺服,必须有爱。 。 to achieve unity in our church, we must obey and we must alone. 我们现在最后来看一下我今天准备的这个答案。 我们从第一页看起来。 所以我們一起練 聖父是祢祖母的關鍵 聖父是教委的關鍵 然後 為御教委可以說我們的詞 神心在天為虛 祈結完美的事是對方 聖經說 若和與彼此聯合 竭力道上聖經所事 和御教委的事件 接下來 主專注我們的共同 和歸同的五項力處 把我告訴我們 不要對神和睦的事 和彼此劍力得盡的事 然後還有一個 選擇鼓勵 氣甜聽起 善言善意 以神的方法 百分之所謂 此時 聖經所謂 聖經所謂